Hello YouTube 大家好 歡迎來到JIHA 話說有什麼要宣佈呢? 經過我一輪的思考 一番的搏鬥 我決定把246出片 變成不定時出片 你可能問為什麼呢? 首先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重質不重量 我這陣子才想起的 有時候我覺得太粗制濫造了 246出片真是為了出片而出片 那些片都沒有那麼有質素 反而我會想盡量在這個時間 慢慢繼續找我的定位 其實有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有支持我的觀眾 都會知道 原來我是不斷找我的定位 還有不斷地去試不同類型的影片 即是不斷拍不同類型的影片 去試有哪些是真的有人喜歡 還有哪些是我自己喜歡拍的 最重要是我自己喜歡 說真的 還有246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246其實都真是很浪費時間 不是很浪費時間 不是很浪費時間 都可以這麼說 直接一點 那 即是我要花很多時間 首先你知道J.I.H.K. 暫時只有我一個 那無論出Post 跟著經營IG Facebook 跟著讀稿 拍片 剪片 後期那些全部都是我的 那雖然說 我的影片不是去到一個流量 和一個質素 需要很多人幫忙 但是 對了 我要在我生活 即日常生活中 即是放很多時間下去 放很多心機下去 去經營的 那是困難的 困難的 而且都不自量力 那 那 我原本的目的其實是想 試一試個 即是我做不做得到 那 試一試個效果 那 那到現在我是覺得 那個結果出來是 我自己覺得不理想 那 所以我就會決定 轉回做不定是出片 那 在這個時間呢 我當然會 繼續去摸索 繼續去參透一下 玩法 還有 我會 即是我自己 個人 成長呢 我都會兼顧回的 因為 我不會再 即是放那麼多時間下去 去Youtube 即是我會 簡而精 那 那 即是 重質 不會重量 反而每一條片 我會保持回 有 那麼上壓質素 那 那我會用長時間 那 我會用長一點的時間 去 製作每一條片 那 那我同時呢 我都會學回一些 新的技能 那 那 不要讓我自己的 成長呢 有 擔誤的 即是讓YouTube擔誤的 那 我會想 即是 給到 更加多方面 大家看 那 即是 有個成長 給大家看 那 而不是每一條片呢 都差不多的 那 其實是有很多空間 有很多空間成長的 例如剪片的速度 那 那 題材 剪片的技巧 那 那 一些的 特效啊 即是 之類呢 很多很多很多 都要學 那 我自己的 自問個人的技能呢 都不是很多 那 所以 不定時出片呢 對於YouTube Channel 對於我 我的JIHK Channel 和對於我自己來說呢 都是 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 我希望呢 支持我的觀眾呢 看我的觀眾呢 Youtube的你們呢 是會繼續去 支持我的 支持我的 支持我的決定的 會鼓勵我繼續去 去 出片的 還有 有時候有些辦法呢 其實都可以發給我 我會 盡量去接納你們的意見 哈哈 盡量去接納 是的 我會採納你們的意見 絕對會 是的 那 不妨跟我多些交流 其實也有些觀眾呢 即是 跟我有很密切的交流 我知道她是DaiFans 那 非常多謝你 那 也不好意思 那 你在這個成長的階段 會看著我 即是 不斷的出錯 那 可能 是好事來的 我都覺得 即是 看著我成長 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即是我不需要說抱歉 收回 收回 是的 那 最後 就 都 要說的事情都要說完 那 我會更新我的Facebook IG 即是跟大家說 即是我會轉回做不定時出片 那 最後 記得繼續支持我 那 那 我的成長 你們一定看到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那 那這條片就到這裏了 那我們 那 對了 下條片見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我只有一些DAR 那 記得訂閱我 喜歡這條片的話 Like 對了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條片見 Go